毕竟每个六甲职业的安藏和团业 劳动部现在跟国际科技工业区 作为签业安藏的合作关系 要此 国际管党立正用来做建设 也希望在中央、地方和企业三方面 作为签业制裁来打拼 劳动部就只准 建立合作关系可以向上聚集团 也来改革工作中所所得到的制裁 透过这段关系 提升中国制裁中所的安藏卫生追赠 也大家希望制裁好够 劳动部一日安藏卫生素 和军林科技工业区顺利签丁 安藏合作关系 军林管党立正要来担任根禁令 将近军林劳动部一日安藏卫生一大步 跟厂协会订定这个一个关系 我想对于我们的劳工的职场的安全 是提供了更大一种的一个保障 这也宣示 云云县是一个重视劳工安全的一个工作的环境 我想我们目前在安全伙伴的这个部分 有透过一连串的一个辅导的 一个方案 让我们在平常的工作上面 就可以融入这些安全的观念 以及健康的这个概念 这些安装卫生素顶标识 只要在海中发生的顺利 需要当有的身材设备 甚至是造成劳工的死亡危害 国企业应该都要有 这些资产应变定力 应做安全的工作环境 云云县的安装卫生素顶标识 这些种展开 本年科技跟枯枪上学政会 一直努力建立一个安全管理制度 现在已经跟政治部和务动部签订合作 那在管会肯定 学者也大了赞誉 那今天有机会来这里呢 参加这个盛会呢 很觉得荣幸 那也看到台湾呢 不断的成长 肯定这个活动 艺术金的这个活动 能够在我们理事长的支持之下 明天会更好 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我们希望这个合作关系呢 能够让我们的工业 我们的工业区这边厂卫会 能够更进步 管理中要勉勒在座的企业标识 一个安装卫生室登基先的导致 重新地大家都在这下 可以因座婚姻 身为一个安基务业冠西 去因少年学主会向打拼 记者的参长不动